吉安湘公所致力推广民俗记忆传承 在道乡国小和宜昌国中 日前也在111学年度 全国的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中脱颖而出 其中有14位的学童 在跳绳比赛中取得各项佳击 为了肯定他们的学习成果 吉安湘公所还携手麦当劳 除了安排用餐还加码发送礼券 鼓励选手们能够持续为花莲共创佳击 中午用餐时间减详麦当劳 坐满一群来自道乡国小及一场国中的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下 他们拿起汉堡薯条满足的大块朵頤 能够有这种特别礼遇 是因为他们这次在111学年度 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中表现亮眼 获得全国佳击 吉安湘公所铺陈教育跟社会的施政来做推展 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在各项的艺能也能更加的卓越 吉安湘公所也编定了未来 在整个赛事全国赛全线赛奖励的办法 希望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勇于表现 自信成长在吉安 希望藉由这样子的机会 让这个选手们能够更加的努力 然后为学校为家园 还有为自己争光发光发热 道乡国小及一场国中14名学童 这次在全国跳伸比赛中 荣获三组特优、五组优等以及两组甲等 横跨各个竞赛项目从中脱颖而出 为了肯定他们的学习成果 吉安湘公所特别携手麦当劳 除了安排用餐还加码发送礼券 希望鼓励选手们能够持续为花莲共创夹击 跳伸对赞 记者徐立琴吉安湘报道